记者吴欣正台北报道,统医师行人吴杰瑞热身赛打击状况火热,今天对富邦韩将更是四打数都安打,打下两分打点。 总教练黄甘霖表示,吴杰瑞是球队相当期待的选手,渴望抢战开季新发二雷守位置。 靠着今天的超萌表现,吴杰瑞热身赛打击率冲到四乘七十一共打下五分打点,趁直扮演攻击型第二棒的角色。 黄甘霖表示,吴杰瑞从自扮热身赛以来打击状况一直很稳定,二雷守备也重归重举,攻守两端对球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选手,对他有很高的期待。 吴杰瑞去年八月参加市大运时右脚曾有轻伤,九月初加盟师队也因此只出赛六场就下二军休养,年底打东盟又旧伤复发而退出比赛。 吴杰瑞表示,离开东盟后积极复健,春训以来没有出现任何问题,可以全心投入训练,状况调整得不错,对于新球器很有信心。 吴杰瑞表示,其实教练团有点担心他春训冲得太快,不过新人总是会想积极球表现,他还是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被战球技开打,重点是保持身体健康,希望经过完整的春训打好基础,一整季都能有稳定的表现。 吴杰瑞经单场敲出四安,记者称志取舍。 吴杰瑞